大家好 我是PhD微道 想一个实验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去多多的关注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AIJC的文章 其实AIJC都非常的简单 这篇文章的idea也非常简单 它的名字叫做1llm 什么叫1llm呢 就是说它也是去做一个mllm mllm就是multimodal的这样的一个language model 它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使用一个架构 去分析所有的这样的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于是就做这么件事 好的 这个模型它是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一看前面人是怎么做 首先我们有一个模型 对吧 我们有一个lm 这个lm它输入肯定是带一些文字的 ok 因为large language model 所以它一般会带一个文字 就是说我可以输入我的一些prompt 然后再输入一个image image是怎么输进去的 它经过一个imageencoder 然后这个imageencoder经过一个projection 因为你要和我们的文本 它是对齐的 对不对 我的文本输进去 它是一个一个单词 你的projection也要把它切成一个一个单词 这样子 然后送入到vgllm里面 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处理这个数据 如果我们的数据 不只有image还有audio 有音频还有视频 我们就可以通过 图片可以通过图片的编码器 然后音频可以通过音频编码器 视频可以通过视频编码器 然后它们都分别去做它们的projection 这个projection都不一样 好吧 可能不一样可能一样 就比如说image有image的projection audio有audio的projection 它们都不一样 然后再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lm里面去 可以这样做 那么这个文章想了一个什么方法 就是说你每一个都要用不一样的 你这样很麻烦 对吧 我们怎么办 我们能不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universal的encoder 然后就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塞进去 然后我这边告诉你 我输入的是一个什么模态 我输入的是图片 还是音频 还是视频 还是怎么样 然后有个universal的projection 对吧 就把这东西融合在一起 然后用一个1lm这样的一个模型 就可以把这些所有东西都处理 那可以处理什么 比如说在以前的时候 就在之前的work里面 它能处理这个图片 对吧 比如说拆接地能处理图片 它能够处理这样的一个音频 它能够处理这样的一个视频 这个到头了 是不是 1lm它的目标 还有更多的东西 比如说可以处理一些点云数据 然后加速度传暗器的数据 还有大脑 因为这个人的大脑是有mri的 它有脑活动的这样一个指示 所以说frmi就是说 大脑的这个功能性活动的连线 是怎么指示的 所以frmi就是大脑的一个人的活动 就脑电波嘛 差不多就是大概这种感觉 就是脑 这脑子中神经元的这些活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个分区更活跃一点 OK 还有这个dips数据 就是我们的深度摄像头的数据 那这个1lm就把这些数据 全部都放来一起 然后都能去给它处理 就可能有这种8种不同模态的数据 所以这就是1lm这篇文章 这个想法其实不难 它怎么做 其实蛮简单的 就说我的图片 有这样的图片的tokenizer 然后我的音频 有音频的tokenizer 我的点源有点源的tokenizer 然后是imu imu的tokenizer frmi有frmi的tokenizer OK 这些东西经过tokenizer之后 就放到这样一个 universal的一个encoder里面 然后它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encoder之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地方 是它的这个是哪个模态的 这样一个token 对吧 这个token也放进去 如是它把它拼在一起 然后拼在一起之后 我就放到一个universal的 projection model里面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projection model 就是说我们tax有一个prompt 对不对 tax prompt和我们这些东西 是不一样的 你们这个图片 或者这个是一个音频 所以说它就需要把图片 这个音频 给它project成一个 和tax一样的东西 这样的话 你才能和tax一起 往lm里扔 对吧 所以说你要扔在一起的话 你肯定要搞成一样的 它怎么弄一样 就弄得一个这样的 一个projection model 它对于不同的模态 它都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export模型 而这些模型的话 可以去把它对应的去处理掉 哪个模型去工作 哪个模型不工作 就是靠训练这样的一个部分 然后它就能训练出来 比如说图片进来之后 可能这个模型是对于图片 它工作的就比较高一点 可能工作98% 然后这两个可能工作1% 这个样子 它通过这样一个训练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做到一个 最后的一个好的结果 你看 这有一个router router意思就是说 我去看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 对吧 这个东西是个图片 那一顺活就把这个位置 把这个图片的位置高高一点 如果这个地方是个音频 就把音频的位置高高一点 如果这个地方是点云 点云的位置高高一点 然后顺便的位置就比较低一点 这样的话就像做的一个开关一样的东西 就是每一个东西都能够去 对应了tokenize 然后对应了去给它projection 然后最后把这个结果送入到 lashdangry model里 最后就可以输出一个结果 最后一个想法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想法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1lm这样一个文章 好的 那这个就是给它翻译成中文的样子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它里面就是 就说里面比如说可以用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型 比如说clip或者什么 比如说clip有一个很好的one shot这样一个能力 然后就是大概这样一个idea 它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这东西都和它融合在一起 给它拧在一起 拧在一起 做这么一个work 那它效果又怎么样 效果也不错 对吧 比如说你可以给它放一张这样的图片 然后放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 音频 点云 还有这个mri各种各样东西 什么东西它都能够去有效的识别 所以它就做了一个缝合怪 把它们都缝合在一起 做这么一个工作 OK 那这个视频其实也蛮简单的 就给大家讲的 就是aijc 其实大家就都是在拼接缝合 然后拍组合这样 那这个文章就是把它们都拼在一起 做了个1lm 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